兩個都在學 對啊 不記得 不記得喔 沒關係啊 我們慢慢聊天 慢慢那個 我很想變威以前 我慢慢跳的 對對對 這邊有自己的 是一個人在家裡面找 不會啊 你現在是很健全的 因為附近的路都是 大部分都是蠻模糊的 然後 我一有一些其實就是很片段 然後就是很片段 所以 是不是都是很痛苦 對啊 就是大部分都不是很 是很微笑的 對 因為 他附近真的是很痛苦 最帥氣 這多久前 然後怎麼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了齁 快兩個月以前 兩個多月以前 兩個多月以前 對啊 我在環島 不是你在環島 就是 我們在騎家車 然後跟人說你騎家車 要騎用力一點才可以環島 之後才可以環島 要跟著虎爸去環島 來 開始 不是 這是哪裡啊 這是榮總啊 這兩個都會寫 這兩個都會寫 不記得 不記得 沒關係啊 我們慢慢聊天 慢慢那個 其實他 他 我會想要把他附件的這一段的影片 所有都拍下來 是因為 我現在每天早上看 睡醒的時候 看到他的時候 其實我是 有好幾次都會 哭出來 因為我會覺得 我不敢想像 我們還有一天可以一起 在這個床上 然後他可以這樣子 睡覺的感覺 因為之前在醫院的時候 我每天睡前 就是我不敢去想 未來會更好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沒有那可能 但是我真的覺得我們 熬過來這一步 這中間 最多人問的就是 復健這件事情 很多人問我說 欸 他是做了什麼復健 才可以恢復到現在這麼好 真的是連醫生都說是奇蹟喔 1月24號開刀到現在 不到四個月的時間 但是他卻可以恢復到 我們已經在游泳了喔 然後連醫生都聽到說 你們已經可以在游泳了 結果嚇到 因為不敢想像他現在 其實才經過四個月已經可以游泳了 大家會沒有辦法想像 他之前有多嚴重這件事情 但是 我就相信說 如果這支影片出來 讓大家看到他附近這一條路的話 大家會給跟他相同經歷的人 或是正在經歷的人 更多信心 因為他在加護病房那個時候 醫生傳給我的每一天視訊的影片 都會讓我覺得 天啊 我們感覺是沒有希望的每一天 跟你女朋友 打字招呼一下 手打開 手掌打開 手放一下這樣子 手再舉高 手指比 手指 欸對對對 很好 好 OK 眼睛打開看看 欸對 跟依依點頭一下 OK 好 OK 好 但是我覺得如果能恢復到現在這麼好 真的是 你自己覺得呢 所以覺得還好有這一些 這一些 這一些 後面的力量 然後才相信 只是有 有希望 對啊 所以就 就比較有 有信心這樣子 是不是有時候 我跟你看你之前的影片 附近影片都會想到 我會想到說 原來我是一個是不會懂的人 然後突然變得真的不會懂 然後 我還要努力變成這樣子 在心中 因為然後 我很想變回以前 我過分跳的 對對對 就是那些是 是一個 對這樣很嚴重 不會啊 你現在是真的很健全 因為附近的路 都是 大部分都是 蠻模糊的 然後 唯一有一些 其實就是很片段 然後 就是很片段 所以 是不是都是很痛苦 對啊 就是大部分都不適合 適合回想 對 因為他附近真的是很痛苦 我覺得附近這件事情是 尤其是對中風的人來講 是一輩子的 因為 你中風就是身體有一個不可逆的 傷害在了 所以他的附近是 就算你未來你覺得 身體恢復的再好 你都要把它當作是 復健 就是運動 你要養成一個 運動的好習慣 因為其實我有 跟一樣的病友聊天過 有的女生病友 他是 他中風完之後 他就很積極的想要回去職場 然後想要回去 例如說 恢復學業 可是他就沒有好好復健 他就會有一輩子的後遺 例如說他可能 手永遠舉不太起來 有個角度 他可能只能到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復健是一個 像我們現在的話 就把復健當作運動 但我就是陪著他一起運動 讓他起碼會覺得 兩個人一起動 比一個人動更有力量 這一條路我們真的走得很辛苦 然後是每一天 扎扎實實 兩個人一起經歷的 所以我很想給大家鼓勵 因為我相信很多 不管是中風還是什麼 其實很多疾病都是需要復健 因為我知道復健的當下 你一定會覺得身體受不了了 然後心態想放棄 但是如果我們的影片 可以讓你看得出來 從這麼不可能的狀況 我們可以恢復到現在這麼好 相信你一定也可以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掰掰